黄芹这样泡 气血双补不上火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气虚体质的朋友很会容易感到自己疲乏无力 那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解决你的气虚问题 黄芹被称之为是补气之王 你要是气虚一定要黄芹用得上 黄芹是补气之掌 在补气的药里边它作用最强了 但如果你喝不好的话 很容易上火 为什么没有吸收 今天就教给你一个小妙招 让大家在用黄芹水的同时 既能够气血双补还不上火 这个方法就是用黄芹一般15到20克左右 搭配上当归三克 这两者搭配就是一气活血同时又补血 这样才能气血双补 如果你的体质是偏于上火的体质 说我吃了这个上火 那你还可以加上10克的百合 10克的石壶 思音润燥 这两个药就防止了黄芹和当归本身的温热 同时还对你的胃有非常好的作用 气虚体质呢 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病理病机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脑梗和脑疏血这些问题 不仅仅要用这些小方法来解决 还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整体的辩证 条理 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合理的治疗 才能够把你的情况改善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呢 跟我说一说 希望能够帮到你 黄芹呢 泡水五喝四不喝 黄芹为补气之长 它是最能补气的 它的作用呢和人身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人身是大补 作用比较迅猛 黄芹相对就温和一些 而且它比人身的作用呢 增加了固表增强胃气的功能 所以呢是常用的一个补气啊 黄芹虽然好 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哪五类人应该喝黄芹 第一就是脾虚的人 如果有精神倦怠 气短痰多这些现象 可以用黄芹加上 胆身白竹福灵 一起来煮水服用 第二呢就是适合高血压的患者 特别是老年性的高血压患者 容易出现像下半身的浮肿啊 这个情况 喝黄芹水可以起到补气 同时消除水肿降低血压的作用 第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一般情况下糖尿病患者都有浮肿啊 面色辣黄这些情况 如果用黄芹水的话 一方面可以帮助它消肿力水 同时呢如果出现下肢溃疡这个情况 在配伍上像赤勺啊 单身对下肢的溃疡 起到一个很好的修疮的作用 第四呢就是银血病 俗称牛皮血 是一种慢性的皮肤病 可以用黄芹当归生地 白吉利各30克 用水肩服 煮两次 每天早晚喝一次 第五呢 心血管的患者 黄芹有强心降压的作用 抗心率失常 关心病心脚痛高血压的患者 每天如果喝30克的黄芹煮水 带茶饮 如果再加上像枸杞 挡身这些药材 一起煮水喝的话 可以有效的保护心血管吸吐 下期来告诉你 哪些人不适合用黄芹 预防脑梗 两个动作就够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的患者呢 做下面我教你的这两个动作 可以有效的预防脑梗再复发 在看之前呢 一定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 到时候你别找不到 首先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勾脚尖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只要你是坐着 或者躺着的时候 都可以把腿抬起来 用你的脚尖使劲地挽回勾 而你的脚和根 用力地挽出灯 稍微地用点力啊 而且坚持十几秒的时间 不放下来 这样去努力地做 坐上18个 然后再换脚做另一 这样的坐上几组 每天休息一会儿再做 这个动作有效的去畅通 你腿的这些足三阳足三阴的 让经脉成 预防脑梗的第二个动作啊 就是要我们的所有的手指 它是通着我们大脑的 就手的灵活 就可以有效的通脑的中枢 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个手指练的灵活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把手去撑在这个桌面上 撑住了以后呢 你把你的每一个手指 这样掰开了 敲击这个桌面 两个手的手指呢 交替做多做几组 坚持上一星期以后啊 你的效果就会很明显了 练完了这两个动作以后呢 整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它可以预防脑梗的复发 作为辅助的手段 但它并不代替治疗啊 如果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担心再次复发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长期低压高于90 有两个办法 简单有效 帮你来降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也有高压不高 但是低压一直高于90呢 也许你也是这样 那今天我就来告诉你 两个降压的好办法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找不到了 第一个呢 就是苦口婆心的 总说的改善生活方式 管住嘴 迈开腿 饮食上一定要控制 高油的食物摄入 比如一些外卖啊 肥肉啊 油炸的食品啊 一定不要老坐着 适当的做一些 有氧的运动 比如慢跑 快走 游泳这些 同时呢 最好是要戒烟现酒 千万不要熬夜 你能做到吗 那如果你做好了这些 再复查 低压还是没有降下来 第二锦囊来了 那就是通过药物来治疗 记住啊 首选中药治疗 中药可以全面的给你调整 降压是通过中药的 平肝浅阳 清肝降压这些起到作用的 心率快 中药可以有振心安神的 像龙骨啊珍珠母 一般情况下说 如果你认真的配合治疗 都会有成果的 通过中药 调理自身体制 来改善代谢 改善循环 既治标又治本 如果你以前啊 已经是用着西药了 但是没有控制好血压 在服用中药 没有起效之前 一定不要停用西药 停西药也是有讲究的 一定要逐渐的减量 才能让你的身体适应 以恢复到健康水平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 可以大胆的点我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忙完了以后 都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这七种蔬菜 号称血管的清洁工 一定要牢记 尤其是最后一个 你绝对会意想不到 如果你的餐桌上 坚持安排上这些食物 你的血管堵塞就很少出现 赶紧转发给你的家人吧 第一呢就是洋葱 它具有着降血脂 抗动脉硬化的功能 是血管的稀释剂 第二是青椒 青椒中富含着 微生素C和微生素E 胡萝卜素 这些能够有效的 稀释血管的浓稠度 预防血管的凝固 第三呢就是茄子 茄子呢是血管的补丁 茄子里边含有着较多的微生素 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 所以对防治高血压 动脉中央硬化有一定的作用 第四就是大蒜 是血管的清理工 包括我们说的小头蒜 第五呢就是土豆 它可以软化血管 外用呢有消毒的作用 第六呢就是芹菜 它有降压的作用 粗纤维也有通便的好处 对于清除血管中的油脂 非常好的效果 第七 胡萝卜 是血管的软化剂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血压高的人 少吃这两种菜 不然你的降压药就白吃了 血压高的朋友啊注意了 如果你有悬晕 耳鸣 头痛 急躁易怒 这些症状 这个视频呢 你一定要认真听完 肯定会对你有帮助的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大家可以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以后 你就找不到了 第一种啊就是辣椒 吃完辣椒以后 人的血循环会迅速的加快 这种忽快忽慢的血循循环 这种变化太快了 身体适用不了 就会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 难以控制 第二呢就是咸菜 咸菜是属于腌制类的食物 含有大量的盐 而高血压的患者呢 是应该限制盐分的摄入的 另外呀 有人说 韭菜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吃 其实我认为啊 韭菜呢 它可以补肾温阳 如果血压高的体质啊 是属于阳虚的患者的话 那吃韭菜反而可以促进它 身体里边的血循环 我认为少量的吃呢 还是可以的 你记住了吗 霍香正气水可以治疗 以下三大症状 你知道吗 霍香正气的水 你要喝就喝那种 带酒精的水 这是药效最好的 霍香正气本身 它有两大作用 一个是去风寒 结表症 治疗的是你夏天的时候 感受了风寒 引起来的发烧啊 不舒服啊 头晕啊 第二大问题 霍香正气解决的 就是我们肠道问题 因为有失血 我们刚才说了 夏季的感冒特点 就是中了失血以后 引起的外感病症 所以霍香正气 解决的是这两大问题 除了以上 我说这两大问题以外啊 可能你还不知道的 霍香正气 具有三大好处 第一它能安神住眠 因为你是去了 除了湿气以后 头脑就清醒了 里边含有的 唇皮啊白纸啊 福利都是去湿的 把湿气去除了 神安得以神定心安 睡眠就踏实了 所以它治疗的是这种 湿着蒙蔽了轻窍 而引起来的 整天的昏昏蒙蒙的 神不得安的病症 它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啊 霍香正气可以治脚气 这可是外用的时候 你放在洗脚的水里边 它能够缓解 骚痒 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第三呢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肺子 尤其是小儿的肺子 你放在小儿的洗澡水之中 去清洗 可以去除肺子 你记住了吗 你放在洗脚里边 你放在洗脚里边 我放在洗脚里边 它就给它